欢迎回来,我是阿姆希 在今天2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玩了一款游戏叫做《异见风云诀》 它最近呢已经是出了正式版了 没错,直接是正式版发售 而不是抢先体验版 当时在市场版中呢 我们是只能在碧幽灵、平康城、乌冲村这块区域来回活动 远处呢全部都是所住的 而现在正式版的地图大了非常多 而且呢有很多的门派 什么少林寺、武当派、六扇门、武仙教、明剑山庄、天剑宗 等等等等 游戏的耐玩性啊一下子就翻了很多很多倍 我这一不小心啊就玩了十几个小时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已经是败入了武当派 并且是武当掌门清虚道掌的清传弟子 这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游戏刚开去的时候啊 护送的马车里面就是清虚道掌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清虚道掌本人的实力呢 并不算是武当派中最强的 最强的是那个长老 也就是和江大侠有仇的那一位 他的战力的是一代宗师 而我们这个清道掌呢只是傲视群雄 但也是很厉害的 一千三的弓一千四的防 一万点血 红色一品上的太阿剑 攻击直接五百点 暴击十三 总暴击百分之四十三 鼠井百花袍 他的衣服比较差啊 比不上那个长老 两下在一起呢也就是那么四百多房吧 那个长老的话 加在一起呢有五六百房 芙蓉金冠 极品上的一个帽子 没错 一品再往上啊 还有极品 加九百多的真气和五百多的气蓄 羊脂禁品 一品上的一个饰品 这个非常强 两百多的极气 还有十七利 十六根骨和十五神法 力道的就是攻击暴击 根骨就是气血和防御 神法就是行动和闪避 内弓是真气和极气速度 身上还带着各种太极弓法 比方说太极拳 太极神弓和太极剑法 不过我们现在还学不了 因为关系还不够 这是要不停做任务的 目前只对到了二十 你跟他送东西的话是没用的 比方说他喜欢这个剑 我送他一把剑 他是不收的 这个游戏就比较真实 不像某些游戏 根本就无视实力的差距 就可以送东西 或者说请喝酒 从而去跟他结拜 结情侣 然后讨教功法 但真正的仙侠 或者说武侠世界 你们实力差距过大 根本就不可能结交 对不对 或者说很大概率不能结交 这个正式版的游戏难度 是高上了很多的 从很多方面都能看得出来 一方面是我们属性问题 你像我现在是已经超过了 这个试玩版的进度 但是攻防还比不过 我当时试玩版结束 我当时结束是450攻和350防 我现在只有376攻 350防 说的之外 我们的伙伴数量也变少了 你看我现在只有一个位货 就是初始村子里面那位 被我堆了半天 也就190攻和333防 而我试玩版里面呢 是有着这个玩暗器的一位 还有着这个大胡子孔亮 还有那个绿衣女侠上官红 而现在正式版呢 都给改掉了 那个大胡子孔亮呢 完全不在那个毒防里 上官红呢 也需要做一系列的任务 才能进队 而我现在还没怎么去做呢 目前我只做了未获的任务 去拿那个野猪王 在试玩版里面 野猪王可是最强boss 800的攻防 而在这个正式版里面呢 他已经是弱到不行了 只有200攻防 但除了野猪王之外呢 试玩版里面 我们打的其他boss啊 在这个正式版里面都变强了 普遍都是400多攻 400多防 正好我这里呢 有个任务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目前的一个实力啊 它是让我们 应对前来挑战的武林名秀 我这边其实已经是 打掉了四五个敌人了 它是一波比一波强的 这次来的是全阵一方 红金 400攻将近500防 确实不错啊 咱们这一的话呢 是只有300攻和350防嘛 但是我们有个新法 正三山 可以让我们初十六回合 加60防 但就算如此 我们的攻防啊 也都是低于对手的 不过不要慌 打架这个东西啊 并不只是靠属性 我们先往后退一步 使用一下我们的新法 归原新法 这个攻法呢 一共有三个效果 一个呢 是加我们的集气速率 最高呢 是可以加25% 第二个呢 是蒸气低于30%的时候 每回合回复10%的蒸气 第三点呢 是让我们的蒸气 帮我们抵御一部分的伤害 不过这个呢 持续时间很短 我们主要就是要 这个集气速度 和这个回复蒸气 我们先过来 用20给它来上一件 这一招的主要效果呢 就是打完之后 能够再次移动 我们就可以白嫖一刀 然后我们放一下轻弓 轻弓呢 也是两个作用 一个呢 是放完之后 一回合我们集气增强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给我们加这个移动距离 有了移动距离 我们就可以绕到敌方身后 给它来上一个背袭加绝世 背袭和侧袭都是有伤害增幅的 而我们这个绝技 是可以清除敌方的气 也就是说打完一波之后呢 又是我们动 这个时候我们就再用20 背袭一刀 然后直接撤离 你会发现我们在白打对手 然后再放心法 等他靠近 然后再放轻弓 然后上去 一招二式 再次撤离 调息 还是我们动 直接背袭绝世 打空集气 哦 他这次集气比我们快 让他放出一招来 如果说我们再稳妥一点 放完清空再过来的话呢 他是放不出这招的 我们再吸到身后 二招 再往后退 然后来上一发三式 减防加攻 给我们来了一招 这个掌法其实挺恶心的 就是会给你上阴魂不散 这招你就在闪避了 也会上这个攻击啊 我们当时试完版的时候 那个五管教头就会这招 特别的恶心啊 最多十层 减你150点攻击力 而且呢 还会给你上三回合的减100攻击力 也就是说最多减你250点攻击力啊 特别夸张 但是啊 你现在放 已经晚了 好好好 武当山除了你这样的人才 难怪你几个老东西 不屑和我较劲 老夫空火几十载 没想到败与你这娃娃之手 我武当为名声所累 似这等挑战之人多不胜数 掌门世博与其他几位师长 都烦不胜烦 OK这个任务啊 也算是完成了 加了五线的门派贡献 OK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个后山位置啊 这边有一个祖师殿 清销道长 他是比我们的掌门师傅 更加强的存在 一代宗师的存在 他是比我们的掌门师傅 更加强的存在 战力一代宗师 1100的攻击力 1700的防御啊 可以看到攻击稍微弱一点 但是防御高了很多 血量也更高 主要是他的武器呢 不如我们的掌门啊 只有386的攻击力 但他的防御装备也很好 你看这个是252防 这个鞋子335防 加在一起呢 是500将近600防御了 帽子呢 会稍微差一点 极品下 然后这个饰品呢 也会稍微差一点 一品钟 身上还有很多好东西啊 像这个大师祖姐 直接2000点的武学点 三转聚灵丹 加真气上限 我们再来到炼丹房 这里有个叫倒悬的 他身上呢 有很好的东西啊 比方说 九炼熊蛇丸 直接加三点的力道和根骨 就是加攻击和防御 还有暴击 加200点的进麦点 可以帮助我们 把这进麦点点得更圆 雪灵丹 加气血 雪气丹 加气血 将近800攻700防 我们现在虽然打不过啊 但是后续呢 肯定是有机会的 我们还可以选择炼丹 目前呢 我有五个丹方 上品清零丹 增加真气上限 每个角色使用三颗 中品混元丹 每颗加0.3%的闪避 也是最多三颗 下品烈阳丹 这个丹药效果怎么样 我们先不说 我们就看他拿什么做的 蛇丹 其实还勉勉强强对不对 千帝 你一个丹药里面放千 真不怕千中毒吗 还要放猪杀 贵贵 这个丹药吃下去 涨不涨暴击率 我不知道啊 折瘦 那是肯定的 二品宁神丹 恢复精力 中品雪灵丹 提升气血 也是吃三颗 但是我们都没有材料啊 他要熊胆缠衣什么的 在这些方面呢 也有很多还没有做啊 比方说 平康武馆的馆主 林游公子 陈灵溪 邀请我一叙 我还没有去 少官宏邀请我去 孤苏陈北的心目跨坊 也还没有去 与魏霍一起 前往少林寺附近的武馆 也还没有去 这个旺服呢 则是我之前到处逛的时候 在一个村子里面接的 这个我们后面再去做 然后这还有一个 天龙暗装 清虚掌门 有事找我们 我们就先来做这个 绝无心 他是六扇门四大神捕之一 我跟他是之前做任务 稍微有了一些交集啊 关系不怎么好 但是呢 我跟六扇门里面的另外一个四大神捕 关系特别好 因为那个人身上有件衣服特别好 所以说我就送了他不少东西 然后跟他切磋切磋 直到拿到了那件装备 清虚道长 能阴影此事 再好不过了 绝无心 带神猴谢过 哪里哪里 六扇门身负重任 四大神捕 更是正道栋梁 今有所请 武当 岂有回绝之礼 你来到这是时候 这位是四大神捕 排行第三的绝无心 绝神捕 他已经失败在我们手上两次了 所以说实力也就那样 你与他在平衡城 应已见过 何止是见过 这小子可是听到我的名号 还敢跟我打上一架的 甚至打赢了 上次在平衡城 收拾李天宝时 曾缴获了一本账簿 这李天宝呢 是一个员外 李员外 平时呢 抢抢名女 还和这个天龙帮这个思通 当时的话呢 和思通 帮思通 我之前做了个任务 把他给干了 然后呢 让这个六扇门人给带走了 这账簿 就是李员外 犯罪的铁证 账簿上记录了 李天宝和天龙帮 诸多贼寇之间的交易往来 更是有大量 兵刃甲州的交易 天龙帮与关外冤人 素有勾结 如今大量走私五倍 其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此事令神侯大为震怒 当即入朝请止 令六扇门 与各州府官员相互配合 彻查天龙帮 五倍走私一事 四大审部除大师兄之外 都被分配到了各个地方来调查此案 朝廷那边虽下令各州府官员配合 但是也有很多阳奉阴违之辈 全然指望不上 所以才来武当求援 他想让我们去调查 双和村 大师兄冷无情 另有药物 正与丐帮合办一案 故而丐帮难以对此施加援手 临行前可找道玄师叔 领下丹药 以备不时之需 在去那个村子之前呢 我们先来到平康城的武馆内 看一下这家伙实力如何 有没有试玩版的时候强 上来给我们丢了一个减弓 但是没有那个永久减弓 问题不大 三百多弓 三百多防 我忘了他之前 在试玩版里是什么水平了 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削弱了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打的还挺艰难的 跳到他的身后 打断他的机器 哦 还差一点 再来招三式 直接抬走 少侠一人与我三人比试如何 松风穿林 直接绝杀 也不知道语文少侠收不收徒弟 据说这种少年高手 一般只收女子做徒弟 哎呀 这都被你看穿了 这玄冰神掌为陈某家传绝学 哦 直接送我们了 这个功法呢 其实还是很厉害的 它不只是降低你的这个集气和真气回复率 它更是有20%以上的概率 直接冰封对手 两个回合 你只能调戏 哇 非常强啊 但是我们不玩拳 这陈灵溪身上呢 没有什么好东西啊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它 直接给送东西拉进来 武器一骑 哦 果然可以收了啊 之前你不出发这段剧情的话呢 找他送东西 他是不收的 我们需要把关系呢 送到60 才能把它拉进队伍 nice 这样我们终于有三个队友了 而且这个队友的实力啊 和我们差不多 可比这个什么卫护墙太多了 127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用的还没有我刚才 从你身上爆出来的这个墙呢 139 衣服是130的 124 19 我这个19呢 就是从那个四大神补之一身上扒下来的 我跟他打了一个多小时呢 真的 就为了搞到这件衣服 那么也就是说 他这个衣服也不怎么样呀 帽子的话也不怎么样呀 鞋子的话也不怎么样呀 观音也不怎么样呀 不过呢也很正常 毕竟我现实上的装备啊 很多都是来自于武当的那几个师兄的 那肯定是差不了的 然后呢我们来到双河村 对这边的村民啊进行一下调查 这边是已经对话完毕了 然后呢我发现其中一个村民身上呢 是有一个夏品宁元丹的单方的 可以永久的提升防御 所以我们这边啊就跟他来这个送送礼 然后准备切磋一下 20好感拿到物品的概率呢是50% 越往上 哎 哇你怎么这么强啊 200攻300防 我以为我看错了呢 2600的那些 比我血还多 你在斗我是吧 你怎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啊 这太离谱了呀 就跟那个鬼婆一样你知道吧 我刚刚没有说完啊 就是这个好感度啊 你只要高于20就可以跟他切磋 然后拿他东西嘛 20是基础50%的概率 后面每加一点好感度就加1%的概率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拉到70的关系 就可以百分百的切磋之后拿东西了 但是70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弄的啊 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还是20 然后直接开锤就可以了 有没有单方 哎 运气非常好啊 一波就出 然后呢我们来联络一下无星大哥 这里的街头人是谁呢 他就是鱼贩子 这家伙正在和天龙帮人接头 天龙帮帮众出现了 我们这边直接把他们捶烂 看一下他们的属性啊 哟还挺强的呢 哎 你看这个陈州 就是我刚刚打的那个人啊 果然他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正常的渔夫怎么可能属性这么高呢 非常轻松的把他们全部歼灭 哇 这贡献只得加了500点啊 非常不错 帮完这位神补 我们又要去帮另外一位神补了 要去雷家村 在游戏开局的时候呢 我们有三位至交好友啊 死在了天龙帮手上 所以说这边正面对上天龙帮的机会 我们肯定是不会错过的 少侠可听闻过天龙帮的军师 天下三智 绝对危险的人物 他此行是为了勾结东南海寇巨众作乱 与北方天龙帮遥相呼应 对宁国形成南北夹击之事 唯有设法情下楼夫赵 或除去与他联合之人 他可彻底粉碎天龙帮阴谋 雷家村中有人与楼夫赵或海寇有所勾结 故意派人将此地控制起来 然后呢开始调查 他这个游戏特别喜欢玩调查 也还蛮有意思的 我们来询问一下村民 海商雷星 船老大雷状的船队赶出海路 如果雷武爷能出海 我还用得着找他 跟雷老大出海的时候 老是听到船舱里面传来乌烟乌烟的声音 这很明显是在运人啊 人口买卖 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雷状可以安然出海 甚至有足够的钱财养活全村百姓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卖什么鱼赚的钱 而是卖人赚钱 雷状跑了 连古山 此战凶险 青少侠靓丽而行 哇 还有两个这个小兵 小兵也不弱呀 三百攻五百防 啊 这么猛的 六百攻四百九十三防 我天呐 敌人真的那么强吗 两百防的衣服 贵贵 我直接 我甚至比我 花了一个小时的衣服还要强啊 这么离谱啊 呃 这几个人的东西就没必要拔 啊 一百二九八七 这个呢 我这个才九十三六六五啊 我的天这么牛 你先穿这个 这个给我 鞋子它是一百一十三防 贵贵 帽子也很不错 先全部拿下再说啊 武器的话呢 就不给你换了 因为没有人用暗器啊 你先用着吧 看下这个帽子 哇 这个帽子 比我身上这个金色的 飞天夜叉面具还要强 离谱啊 鞋子也是强一倍多 就光换这锅装备 我就强了好多好多 然后再把这换下来的给你啊 你也不能太弱 不是吗 我家公子请你们回去问上一问 这就动身吧 一千弓八百防 我是不是来做这个任务来的太早了呀 太太猛了吧 森罗万象 给自身加命众和暴击 给敌方上流血 被流血目标攻击后 有50%的概率 向八个方向发射八枚暗器 十方斩 没使用本招是后有50%的概率 对自身周围十字二十个方向造成一次额外攻击 牛啊暴雨梨花 降低命众15%三回合 一箭双雕 加自身集气 本效果持续期间使用无影飞针会额外的攻击一次 无影飞针呢是可以给敌方上流血 那我们就先用这个暴雨梨花起手 心法的话 它是长生和一个兵法六药 添加六层效果 使用暗器招式攻击敌人呢 会消耗一层 并且来造成一次额外的攻击 五级的情况下 有35%的概率 不消耗层数 哦 十层的话呢 是进场之后添加三到六层 每次触发有50%的概率 造成灼烧效果 灼烧可以降低敌方的暴击抵抗 我们现在身上就有四层 哦 牛啊 那就先来暴雨梨花降低它的命中 这里是两回合流血和三回合的命中降低 这两个六串门的人呢 用的是五虎断门刀 还有金刀破马和金环刀法 这个是减防 这个是有概率无视敌方防御的破防一击 若敌方身上有三层金环刀法 则百分百暴击 五虎断门刀能给自己加50点的攻击力 并且能让敌方受到的刀法伤害增加 五虎断门 测击254 这边也是五虎断门 因为减防的话意义不大 它防御实在太高了 别说减15了 你减150 效果都不明显 我们自己的话呢 直接过来 减防增伤 好 这个减防效果是百分比的 所以说的话呢 给它减了不少 我朝一刀测击打了1000多 我们这边一剑双雕 加一下自身集气 哇 这伤害不得了啊 上个减防 上个减防 它现在的话呢 只有745的防御了 我们自己的话绝世 还有两个回合 所以最好的是把场面给保下来 我们直接来一个二式 一打二 再往后一退 调息 我还以为这个翻墙城有多难打了 结果发现也就那样 它的伤害呢 秒不了我们 而我们集火之下呢 它占不了多久 又是两刀暗器 哇 三刀暗器 贵贵 我暗器好强啊 我说实话 再上一层减防 三层减防拉满 我们这边一刀 必定暴击 再来一发 抬走 又得了一个寿命推云甲 184的 不太行 哦 这个可以 清心护服 139 11 19 牛啊 还有400多的武学点 哦 这小子身份应该不简单 玄鸟叶飞 楼腹哨的亲卫 全走了 好家伙 我看一下啊 我们刚刚得的这个衣服 确实是没有我现在拿到的好啊 但是也比这个好 哎 然后再把这个清心护服带上 雷家村民 天龙帮仲 富海娇 玄鸟飞夜 以及 楼富赵 雷壮确实是近几日被杀 而他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成了翻江城的人 替他做些走背五背兵刃之类的事情 至于人口买卖 因为富少当真说服了翻江城 我将天龙帮的部分人口买卖交给了他 更迫使他将雷壮也迁入其中 若我们将翻江城灭口 他的部下必胜疑心 又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被我们整合呢 可翻江城若是死在六扇门首中 情况则大不一样了 在你们跟着雪鸟飞上连古山时 我已暗中安排好了一切 只待你们杀死翻江城 我便顺势接手他的一切势力 我们被人利用了 雷壮攀上翻江城之后的确没有忘了村子 可翻江城不该想着让雷壮一人独占海路 这雷家村可不是雷壮一人的啊 况且雷壮进来也是愈发的目中无人了 细细想来除了雷壮是假扮的之外 我们得到的信息全部都是事实 所以我们对最终结论不宜有他 可怕的是整个雷家村 从一开始就是他不死借刀杀人之际的帮凶 为的就是整合两大势力 并且把我们坑杀于此 张大哥和赵大哥肯定是死定了 哇一共八个人 我暴击一千一什么玩意儿 叶飞 这个叶飞是一千弓七百房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十的暴击 百分之六十七的闪避 啊你认真的啊 三仙望月 加集气加闪避加移动 哇这个清宫也太猛了吧 流云加闪避加防御 光一个叶飞啊就已经够强了 他后面还有这么多人 赴海骄也是九百攻七百房 这俩头目的话倒是不强 天龙轻卫 六百攻五百房 六百五百 五百八百 五百八百 太离谱了 这太离谱了 先给这个家伙上个miss 然后你们往后退 全部往后退 我们自己呢也是往后退 开个归原形法 我们成灵系的话呢 赶紧也往后退 来个寒冰蒸汽 他的这个减攻击力啊 是这把的核心关键了 我觉得不然他们攻击实在太高太高了 全部往后退 又是一千伤害 哇 这个也是一千伤害 这还打个锤子呀 四百六百 哇 天呐 他连看我两刀这家伙 根本不用打 我感觉这把输定了 顶上去 减防加攻 加攻 加四十攻 陈灵熙这个位置好像打不到人呢 要么你过来给他一拳 减他攻击 也行 哦 中了 他这招的话呢 不管中不中啊 都是能减攻的 哇 你们这个暴击率合理吗 追命三星剑 又是个九百 哇 直接死了一个 这边是打了一千 一打三 减防 来一刀 然后往后退 哇 他后面这几个小兵都能打五六百 雪海魔刀一千六 我感觉这不是我们目前能打得过的敌人啊 我们被破甲了还被中伤了还被断金了不可移动 好家伙 这个叶飞呢也是被我们上了因为我很不散啊 减了攻击 但是 他屁事没有啊 我们再给他一拳 给他上一个 蟹镜 也是减攻击的 哇 他减了攻击还是很猛啊 这一发绝技能打 三个 森罗万象 这富海椒已经吃了我们四千五百伤害了 还是没死 我们直接核心区来上一发 精为剑法 赢是不太可能赢了 但我至少把这光头给弄死吧 哇 又是一千一 我都看不明白了 太恐怖了 这个伤害 杀掉两个杂兵 但这个光头本人没死啊 还剩四百血 咱们就先不回这个村庄了 太恐怖了 我们还是先再历练历练吧 比方说我们去少林寺附近的武馆 让我们的卫祸强化一下 卫祸 起到作用实在是太小了 没到少林寺 但到了青木坊 那青木坊也行啊 因为我们这个上官红 就是让我们去青木画坊的 西年祖师婆婆 于水面上一曲剑气 灵动四方 得了灵波仙子的名号 故我青木画坊武学 皆以剑武为基 上官失职 此外也需习得剑武 这便是第一个考验 取来一些青竹 来到竹林 这里有一个快剑留一手 我们打打开 700弓 500防 身后小弟是300弓 300防 哇还有500弓的 感觉这个竹林 也不是很好打呀 750点 拿到一个 哦 144弓的棍系 让我们的卫祸 用上这个扶魔棍 这样输出的话呢 终于是逼近300了 哦 这个白鸟 嘲讽枪 它是可以用的呀 哦 对 这是枪棍招式 这样一来的话 它终于是有一个绝世了 使目标集气减20% 5集之后 加暴击抵抗 合招架 直接拉满 哦 但是武器垫不够 宝箱拿到手 哦 洗髓单 好东西 哇 这里对岸居然还有只熊包 OK 五个青竹 采集完毕 青竹已经搞定了 我们回到画坊 然后这个司马林 我刚看了一眼啊 它身上居然有一个流水单 永久提升0.5的闪避 好东西 它喜欢英律饰品和食材 我们搞点东西送给它 然后跟它切磋一番 把东西给拿过来 一共打了4次 就成功拿到了流水单 还是很不错的 马上吃掉 这样的话 我们闪避就是11.81 哎 还是太低了 要是能把掌门的那个鞋子 扒出来就好了 虽说那个鞋子的闪避只加10% 但是防御可是加两三百呢 在心目防主的引导下 上光红原本僵硬 质色的舞步愈发流畅 二女一折英气勃发 一折武媚温婉 这剑武剑法巧妙如何之下 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感 一曲散 一舞中 上官失职天资卓绝 小女子由衷佩服 恭喜上官失职通过第一场考验 是否要进行第二场呢 多谢防主赐意 带我做好准备 再来见过防主 这个时候上官红就可以入队了 还给了我们一些武学心得 哦 还有一个碧波心经 每一点闪避 可使碧水剑法的伤害 加0.5% 给上官红 换上白虎剑 天仙动衣 帽子的话还不错 不用换 鞋子换一下 再来个翡翠观音 好的 看一下啊 370攻 489防 诶 不错呀 攻法来学一下 OK 然后看一下他的武学点 你怎么是零武学点啊 我的天 金雷 碧水远山 经脉点有700点 这还挺多的 我们先把加输出的 给他冲完 也冲不完 只够点到这儿的 输出441 他这里有一些攻法 我们可以请教啊 比方说 轻怒慢舞 用一次给自己加武功和武防 还能给队友啊 加1到4层的攻击和防御 持续4个回合 5级之后呢 他使用此心法 还可以加这个暴击和闪避 也可以给队友加暴击和闪避 那如果说4个人全用轻木慢舞的话 岂不是 4个人自己加 然后再4个人互相讲 只可惜这个东西呢 只能通过请教得到 也就是说没有输 没有输的话呢 就不能给队友取 只能给我们自己取 足足500度的经脉 可以啊 把这个点完 然后的话 把这个也冲完 现在我们就是 血越少 攻击力越高了 现在我们有着 436攻和417防了 不错 他是441和489 430428 307385 不错不错不错 我们的实力啊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但是我觉得啊 还是打不过铁无情那一波 还得再缓缓啊 这一缓 就缓过去了两个多小时 这段时间呢 我们4个人一直在刷 也刷了好多好多 你看我自己啊 五血点已经富裕出 9464了 速度功法全部学完啊 包括我们这几个人 也都全部学完了 之前的话呢 都是差了很多的啊 现在全部补足了 只有上关红还差上很多 因为他缺的五血点啊 实在太多了 哪怕近一万点 都不够他点的 只把他的基础剑法 江湖剑法 远山剑法 金雷剑法 然后轻弓稍微学了一下 轻弓慢武 基础心法这几个学完了 还有很多的心法没有点完 实在是刷不动了 两个动脑是刷得我头皮发码 上关红目前是519弓和580弓 因为他学了更多的内弓嘛 点了更多的经脉 我们自己的话呢 变化不大 458 427 陈灵溪的话呢也强了不少 483496 威霍呢变化不大 327 394 有了这样的实力 我们再来到青木画坊对面的白地狐 来让上关红挑战一下掌门 木海棠 这木海棠呢 虽说是个掌门啊 但是实力呢 比较弱的 只有300多弓和将近500防 而我们上关红 开具有buff的情况下 520弓 640防 打算还是很轻松的 大家不用说 我们还有一个青木漫舞了 可以给自己上这格buff 我们先往后一退 开个新法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很多层的buff 5层加攻就是25% 4层加闪避就是8% 3层加暴击就是6% 目前我们攻击达到了649点 打你还不轻轻松松 我们先来个三式 这个是远山剑法 跟我们用的是一样的 降低敌方10%的防御 并且每命中一个敌人 给自己加5%的攻击 也就是我经常说的 减防加攻 或者说减防增伤 拉到身后 再来一招江湖剑法 二式目前没有特别好的 只能说暂时用着 我们虽然说会这个武当剑法 但是没有输 交不了他 这个精炼剑法练起来 也是特别费那个点数 不过不练到十级的话 范围很小 而且也没有二段伤害 我们这边连砍他三剑 爵士 太华 12剑 但是伤害实在太低了 最后我们再补上一剑 直接抬走 寒光剑法 哦 正好是个二式 不错 但它没有任何的特殊效果 也就是拿来提升一下剑法精通 还有一个飞天夜叉面具 哦 这个是243版本的 不错 百年之后 终于又有人能再现完整的白地剑器了 上官红终于明白了 白地剑器只是钥匙 它是祖师婆婆将剑器与避水剑合二为一之后 所领悟的开启上尘五道大门的钥匙 这是宇文少侠当日索取青竹制成的剑器 今日小女子借花献佛 五根竹子你跟我说你做出四品鱼长剑 我信了 闪避之后增加集器 并遣了166弓加四十五 210多弓 宇文哥哥和红姐姐有空来找灵二 这灵二应该也是一个潜责的队友 我出山之时恩师云我十年光阴 主我误论结果都要在十年之后回去继承闭波门 而这个期限至今只过去三年 还剩下七年光景 请让我继续与少侠同行 既是精进剑技 也是缭缓此行恩情 少侠可愿意 那太愿意了呀 七年时间努努力都够生三个蛙了 一千年的武学感悟 当然我们自己现在不怎么缺啊 就给你吃吧 但这个鱼长剑我们还是自己用 这样的话我们达到了五百一十八弓 非常不错 面具的话呢 没我们上的好 直接给上官红 再学一下寒光剑法 之前这个江湖剑法还露点了 直接学满 上官红的话呢 点数只有1200啊 肯定是不够的 白地剑气红 对目标造成两层的刺目效果 降低命中 五级的话呢 是闪避时自身气血加100 攻击加20% 持续一回合 使用本招时自身获得一到三层的 避水云芒效果之一两回合 加自身闪避和集气 十级 五若惊鸿 使用本招用时有35%的概率 对自身和队友随机添加一到三层的 增益效果 并且自身每一点闪避 可使白地剑气 伤害增加1% 也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啊 就是要玩闪避流的 那我们这边就先把这个新法再点一点 然后过来点代曼 加这个闪避 他目前闪避的是18% 已经是比我们高上很多了啊 以我们小队如今这个实力 再来就冷无情 应该就问题不大了吧 我觉得非常关键的是上官红少打了一个绝世 否则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赢的 而且呢 我准备先不秒这个傅海娇了 但这个地方只能打到傅海娇 后面那个解命中的 直接上给这个叶飞 我们直接秒叶飞 张文这里的话呢 直接下来 我们聚到一起吃buff 赵武也是啊 往后退点 上官红直接上来一个新法 全队皆吃 我们自己的话呢 往下走 来个新法 神灵溪往后退点 然后放新法 未过的话呢 你不如过来啊 用这个回血新法 这边来个解命中 他这招虽然闪避了 但应该还是被解了吧 果然啊 三位合 哇 但是你这他瞄的 直接秒了我一个人了 哇 你这太夸张了呀 那就只能看能不能和他们互瞄了 哇 闪避呢 闪避呢 这边再来个三式 然后来个减空 闪避啊 你跟我说这闪避了 麻了 一剑双雕 又闪避 我靠 他这个闪避真的太恐怖了 追命三剑 哇 还好啊 他这个范围不是很大 未过直接插到身后 来上一发江湖棍法 一打三 哇 他又闪避 好好好 你小子 绝世马上能放 但是快没血了 那我们就来个二式 然后我们直接撤出来 赵虎这里来个分伤 上光红随便P一刀 等下一轮绝世 这个插后排的人太容易死了 陈灵溪给他再来一拳 剑弓 好 然后我们的冷无情 主力输出 好像应该让上光红离开这个位置了 不过也没事啊 只是少打一个boss而已 照样是能够打到四个人 boss给我们打残 然后呢 秒了两个小弟 不错 哇 这一刀 咱们拉到侧椅 放一个轻弓 准备切后排 这里减命中 我要退步啊 减命中 哦 只把弄死了 非常好 然后再来 减甲 天龙斩 哇 这一个小兵都能斩出一千伤害 什么鬼啊 我们过来 放一个绝世 清空他的气 我们上光红还有爬卷士 不要忘了 赤灵溪过来 一发寒冰掌 还是没死啊 上光红 绝世 哇 这两个boss终于死了 天龙青卫还剩两个 两个都是五百攻八百防的 海盗头目的话 给他弄死吧 上光红这个位置应该是跑不掉了 那直接拉在十字位置减防加攻 又闪避 我的天哪 这帮人真的是 闪避太高了 他们的移动距离的话呢 很近啊 那我们先撤 调息 冷无情也往后撤 看一下新法 冷无情这个位置 肯定会吃一轮的 但应该死不了吧 我觉得 就希望解冰中之后 打不中我们 哦 不会吧 来一拳 然后这边来一招绝世 能不能秒掉一个 哇 不行啊 这伤害不够啊 哎 没死 好 可以多扛一倒 闪避 哎呦 我的天还真闪避了 先把这个弄死 好 成灵溪这里的话呢 直接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待会可能会放一个群攻 把我们俩全打死 不如我们直接去远处调息 你要是能闪避 哎呀 可惜了呀 OK 我这里呢 花了段时间 把自己的气血和蒸气呢 全部都调息回满了 因为我发现不回满呢 根本打不了啊 就算回满 其实也很难打 所以说他现在顶着150的这个攻击减易啊 而我自己呢 刚开了这个轻弓 和还没蒸气 可以说是把优势拉到了最大 但我觉得呢 还是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啊 我们这里先过来 给他上一个减攻 背息加减攻 现在只有265的攻击力 哎 闪避 哦 那这就可以打了 但就算闪避了 这个散攻 重伤 还有断剑效果呢 还是有的 我们这里先随便来一拳 因为我们现在无法移动啊 打不出这个背息来 来到背后 一招悬兵神掌 动主敌人 非常好 再补一个减攻的幻音掌 哎 这就有机会了 哎 又给我上一堆debuff 那就再减攻 我们现在蒸气啊 就只剩1300了 所以跟他打的话 真的很难搞很难搞 减攻 血量我们倒是不缺 就是缺蒸气 我们先往后退一步 来个寒冰蒸气 有了这个 我们学名成长能增伤25% 并且呢 能给敌方上寒霜 还能给自己加防 再来一发 选兵神掌 能不能动住 哎 没动住 其实很可惜了 他现在身上有9层的寒霜 减了27%的几气 再来一拳 最后553点血 除非他连续两刀暴击 不然我应该输不了 更不用说我们拼弓掌 每打两下 还能回来买点血了 最后一拳 抬走 我终于打过了 天龙斩 这是一个刀法的爵士 日落红银靴 148防 哇 这个可以啊 我们那个掌门的鞋子也才200多方呀 寄灭爪 全系武器 268 正好给陈灵溪 牛了 啊 外围还有人来路 但他把我们的血给回满了 那就无所谓了 轻松拿下 四品上的明红刀 166弓 终于来到了出口 我们准备逃往桃花灵 张大哥和赵大哥已经隐命了 此番多谢少侠相助 只可惜并可无能连连你入了险地 楼富少真是个可怕的男人 好感度加十 我们为你出生入死 你才加十 我们把这个鞋子换上 148房 然后这个全套给他换上 直接从153月升至268 哇 600弓了呀 再换一个92房的鞋子 600弓500房 不错不错 然后我发现他身上的寒冰蒸汽 我还没有学呢 赶紧送到七十 把寒冰蒸汽请教过来 因为这个是内功 把这个直接升满 好 又用了我们好几千的武学点 所以这个进换点武学点看似很多 其实用起来很快的 这里的话我们把防御稍微的点上一点 要的点数也不多 但是能加好几十点防 再把这个暴击给点了 后续可以点羊斧减少敌方集气 不过这个都不是很小 我估计这个也不会是很小 那不如点这个 太义 点一下40弓和1%的暴击 我点满的话就是120弓和3%的暴击 并且每次攻击累加暴击 然后呢 我们选择修整充沛 并客会发信给丐帮李源心 请他带人前来 除此之外 会联络神侯 劳他出面 调动一些周遭驻军 前来会合 两边相加 估算有三两千人 而楼夫绍能调动多少海扣呢 楼夫绍保守估计不下五千人 连古山地势险要 为大军通往雷家村的必经之地 楼夫绍定会驻扎于此 占据地理 更与雷家村形成击较之势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三军未动 赤猴先行 并可需要先知道敌方如今的一个情况 很明显需要我们走一趟了 不过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已经足够长了 就只能先坐到这边了 但如果喜欢看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 分享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会